我们要带您看的是中国大陆里面吃进去的东西 才是更加的恶心 那您看到的是呢 很多人都喜欢到大陆去吃鱼翅 但您知道您吃的是什么东西吗 现在呢大陆查获了一家工厂 他们是把工业用的胶水来做鱼翅 而且这个工业用的胶水是从 废弃的皮革里面当中所提炼出来的 过程当中呢为了要让这个鱼翅看起来好看 他还用毒的漂白水把这些假鱼翅漂白 然后环境脏乱更不用说了 上面甚至还有一些鱼翅黏着死苍蝇 让现场的员警都大喊实在是太恶心 大陆民警到处一栏也一栏白丝状的东西 还有一些七零八乱的条状物 散至在现场肮脏的盆子里 民警捞出桶子内的凝固体 这些鱼翅竟然都是用工业名胶做的 来自于一些肺皮革 好好的名胶 好好的名胶 你看这个 这就是泥味烂苍蝇 桶子内苍蝇尸体恶心的黏在黑心名胶上令人作呕 加速徐州一处秘密工厂做的假鱼翅 用的竟然是有毒的工业名胶 黑心业者用加工机还有漂白水跟有毒的甲醛 让黄尘色的工业名胶成为弑手与翅 工业名胶一般被当成是粘着剂使用 夹具造纸包装液经常使用 一旦被黑心业者做成食材 吃进人体之后 轻则克金属中毒 严重的则会导致癌细胞生长 看似美味的鱼翅竟然是超级黑心商品 不知情的民众吃了宛如吞下大量的工业胶水 黑心商人为了图力 真的什么歪脑筋都想了出来 记得陈世彤综合不到